香港藝人 香港藝人孫慧雪金與富二代老公羅天燕 迎來第二胎寶寶的誕生 正在坐月子的她 日前在IG曬出了幾張粉色藥丸的照片 並配文表示趕上了芭比的風潮 孫慧雪透露自己的老公為了製作這款補生藥丸 在生產當天交代院方保留胎盤 隨後通知專業人士來取回 在經過多種複雜的工序後 最終磨成藥粉才能使用 算上製成藥丸和精油的費用 一共花費了大約19萬台幣 她也表示這種藥丸其實在國外一直都很流行 但是在香港非常少見 自己曾經也對此感到好奇 至於怎麼確保藥丸內 一定是自己的胎盤 丈夫也直言只能相信製作人員 她由於許久後也決定放手一搏 用隨機引發王我們的熱議 紛紛質疑藥丸的成分的真實性 又有人直呼太噁心了 其中有網友好奇地詢問 這些藥丸是否真的可以使用 孫慧選擇談言字也不知道 只能大膽的去試一試吧 真的是讓人替她捏一把冷汗啊